从没见过这么牛逼的劫匪 他们不仅开战斗机打劫客机 更从一万米高空抢走35亿黄金 他们原本都能过上神仙般的生活 却一心只想活在当下寻找刺激 这就是刚上映的动作大片偷破天际线 也是偷天换日导演盖瑞格雷的最新力作 这绝对是2024开年犯罪类电影天花板 那么话不多说正片开始 黑哥上一秒用2000万拍下数字人NFT 下一秒就通知队员进行抢劫 可警长黑妹一直虎视眈眈盯盯着黑哥 他立马通知工作人员封锁整装大门 但黑哥早就将数字人带出了现场 黑妹意识到这或许就是黑哥声东击西的骗局 果然这边已经坐上小船扬长而去 可黑妹也不是吃素的 立刻追了上去 但黑哥不慌不忙 让米苏开始执行类计划 小苏开启了火警信号 轻而易举就阻挡了黑妹 东京更加淡定 开足马力顺利飘移过弯 可黑妹依然紧追不舍 此刻小苏通过自己的车载卫星定位系统再次接通网络 这下黑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劫匪们逃跑 很快黑哥带着数字人来到自己的豪华游艇 没想到数字人是个老徒 也是NFT的创作者 更没想到黑哥很讲职业道德 给了老徒2000万美金 还邀请他一起参加派对狂欢 但直到第二天老徒才从新闻中得知 自己是被劫匪绑架了 而此刻黑哥认真的解释 当年达芬奇用2.5万美元卖掉了蒙娜丽莎 整整400年无人问津 直到有人偷走了这副作品 之所以现在蒙娜丽莎价值8.6亿美元 只因她背后有个疯狂的故事 我们做劫匪的也需要有流量思维 而一个好的故事就是获取流量的最佳方式 现在全世界都会认为你被绑架了 这样导致的后果就是 你所创作的数字化价格会一路飙升 而刚刚我们用2000万买的NFT 让小苏告诉我们转手卖了多少钱 老徒此刻也大吃一惊 没想到劫匪中还有这个高人 真是小刀拉屁股开了眼 与此同时 中情局意外获取信息 有一笔价值5亿美元的非法黄金将转移到国外 更没想到领导希望让黑哥出马去截取这些黄金 可黑妹立马表示了抗议 让一个劫匪去完成中情局的任务 这说出去恐怕会让人笑到大哑 可领导却表示中情局工作的每一个人 严格意义上来都是骗子 现在情况紧急 况且英雄不问出处 目前最重要的是及时拦截这笔黄金 于是无奈黑妹只能去找黑哥帮忙 可队员得知消息后认为黑哥疯了 黑妹是警方的人 谁知道这是不是在给大家下逃 关键哪怕抢劫成功这些黄金也不属于自己 可黑哥却表示大家的把柄在黑妹手里 如果不照做那大家都会进监狱 于是大伙无奈只能接下这个烫手山域 但眼下还有个棘手问题 更棘手的是客机上 还有250名乘客 也不能通过直接截击的方式 于是大伙决定用另一架飞机去靠近客机 并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很快在中情局的帮助下 找到了一架适合执行任务的战斗机 而这架飞机极其高级 机舱内一切操作都可以用遥控完成 我滴妈呀 甚至还能自动升起钢 眼镜哥解释这个宝贝最棒的地方 在于整个底部是一块巨大的LED屏幕 随后黑哥带领队员马不停蹄开始设计截击方案 首先得控制雷达系统 不能让对方飞机发现他们 然后在9100米高空及时打开保险柜 通过一系列模拟真实场景操作 最终确定了最佳方案 很快行动正式开始 队员们分批伪装成乘客进入飞机 而仓底的黄金由重兵把守 可关键时刻大胡子卢克却掉了队 真是出事不力 与此同时驾驶员东京已经开启战斗机 很快便一飞冲天 可意外的是 关键时刻信号器又被黑妹摔坏 这下黑哥也是一脸无语 小苏提醒他们东京已经快追上了 此刻金毛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可安了半天毫无反应 下一秒 幸好有惊无险 金毛立马开始解锁保险规密码 不料保镖立马发现了端倪 随即机舱内大战一触即发 幸好黑妹武功卓绝 卡卡两下就制服保镖 可没想到又碰到一个硬查 与此同时机长也发觉了不对劲 开始迫降在最近的跑道 幸好飞机安全降落 而东京已经紧随其后赶到 另一边保镖们正在查看黄金 并给老板雷叔汇报情况 原来一切依然静在雷叔的掌控中 但保镖表示此刻飞机 已经迫降到阿尔卑斯山的一座机场 但幸好这些劫匪给我们提供了一架备用战斗机 雷叔淡定地让手下把黄金和劫匪一并抓来 随后几人成了人质 但东京很快发出暗号 黑哥立马让黑妹绑紧安全带 下一秒 保镖质问驾驶员是什么情况 可东京解释是因为黄金太重 原来东京用超音速摆脱飞机原本的隐形 很快军方便发现了战机的位置 立马派出两架F-16上去侧 可保镖却依然一意不形 此刻战斗机已经准备发射导弹 并给了对方最后60秒时间 此刻黑哥灵机一动打开了钢管遥控 瞬间将保镖打倒在地 与此同时军方也发现了机上有平民 立刻下令停止攻击 而机舱内依然打得如火如土 此刻飞机急速下降 不料尾翼又被碎片击中 现在必须紧急迫降 最后飞机一头撞进了雷叔的用 此刻雷叔拿枪质问谁是警察 不料黑哥主动站出来承认 雷叔正准备开枪干掉黑哥 不料背后警笛声响起 这下雷叔无奈只能束手就擒 故事最后 黑妹辞掉工作跟黑哥一起浪迹天涯 但让黑妹万万没想到的是 原来黑哥早就将黄金吊包 金毛在飞机接近时 把箱子进行了调换 而之前打退唐古的卢克 其实黑哥早就给他安排了重要工作 他的任务就是让黄金安全着陆 而中情局拿到的只是一堆废铁 从此黑哥和他的小伙伴们引退江 过上了幸福生活